泰国苏美岛纯酒店有攻略分享 第二个酒店它位于苏美岛的西南角悬崖之上 顶奢酒店希尔顿集团 全都是以独动形式出现的 无论是私密性景观面积都属于是一流的 你付出的费用也是一流的 我们当时是从金普顿转站到康奈德的车程的话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它的周围比起金普顿来说要偏僻许多 既没有超市也没有吃饭的地方 出去吃饭的话必须要叫车 步行是不可能的 比较安静的出来在酒店散步 你都会觉得看不到人 早晨吃早餐的时候 随时去都有很好的位置供你选择 最深刻的印象无敌的海景 房间里的海景 几个餐厅里用餐时候的海景 check in的时候的一个海景都是超级无敌的 我觉得这个景观太震撼了 房子的硬件设施更好一些 维护的都蛮好的 是2011年开业的 12年看不出来使用了12年的痕迹 从一个细节来能看出来这个档次 卫生间里面所有的都用的是食材 这个脚感挺好的 地板跟墙面全都是大理石的 康奈德的洗漱用品会要好一些 刚才有看到它的这些洗漱的用品 全部是瑞士的这个品牌 Byredo的 对标的足马龙的这样一个 体现出它的高级感 但是我觉得洗漱的那个包 金普顿比康奈德的大气息 那个牙膏都给的大管 它牛角包是金普顿要好一些 实话实说 去哪里 吃早饭 早餐是在他们的菜餐厅 到了Zest 这个餐厅是风景最好的 康奈德的早餐的品种更加的丰盛一些 甚至它里面会出现麻婆豆腐公报基地 洗饭 而且它还有凉粉 伤心凉粉还是 咖喱鸡 鱼 小朋友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有最大特色 现场熏制的三文鱼 开始不知道啊 进去拿菜的时候发现怎么 怎么就跟球喇都一样的 全都烟 烧火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他早饭全部去烫粉烫面 昨天晚上吃的那个宵夜的那个炒粉 我觉得挺好吃的 然后这个也是一碗米粉 重点推荐 很像成都淡烘糕的一款早点 奶油加肉葱的 哈哈哈 我每天早上吃三个 你看我拿了一个很搞笑的东西 成都的朋友 淡烘糕 哈哈哈 是不是很像淡烘糕 一日三餐都需要在酒店里面完成 提醒一下大家 康奈德的午餐只有一个餐厅供应 地中海餐厅 餐厅的名字叫什么 过来看一看 Azuri 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是面朝大海 这家餐厅也不例外 大家看一下这个虾 味道如何 如打一个新鲜 我点的是一个可栗意面 不辣椒 就那个披萨 猪肉馅饺子 我稍微吐槽一下 说是苏美岛最好的地中海餐厅 吃完以后的话 我也觉得就是那么回事 牛排馆只供应晚餐 一定不要去走错餐厅了 接下来就看一下康奈德的room tour 欢迎来到我们在苏美林市的家 左手边是我们的一个衣帽间 大浴缸里面就可以面朝大海 面朝大海 春暖滑开的感觉 这也是个淋浴间 这套房子是有120个平米 回形的一个洞线 主卧休息区 主卧这也可以出去 休闲区有两把躺椅 10米长的一个泳池 水深是1.2米的 首先是免费的 足球 排球 奖板 皮划艇 四肉艇 还有一个就是 一家拉伸课程 前方是酒店提供的拉伸课程 黑色帽子 灰色口罩 荧光 绿的手套 橘红的裤子 紫色 人不托 付费的 SPA 我们没有去SPA 酷小赛商了 还有一个呢 稍嫌有点贵 可以去逛一逛酒店自己的一个画廊 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出售 看有没有新家可以用得上的 好久都没有用过现金了 好久都没有用过现金了 小朋友挑选了一个瓷器罐子 我们是买了一个托盘 准备放到我们新家的玄关柜上 重点推荐 海边的一个打卡点 白色的战桥 直通蔚蓝的印度洋 天空终于放弃 蔚蓝与清澈 我们即将前往战桥 昨天就是那些地方 礁石里面穿行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认为是五星旗友店 就没有一些小的bug 我穿着命散黄泉 我靠在这个栏杆上面 一下子它就翻下去了 四五米高 大概率我会后脑勺着地 洗白了就放下来 提醒这个其他人不要来靠了 解回了一条狗命 定的是日落别墅 5430人民币一碗 加床的费用是750块钱一碗 但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 一家三口去住康奈德的日落别墅的话 其实不需要加床 因为我们发现它那个床是两米 加的床很小 比我们正常的单人床要小很多 地栋海餐厅差不多人均是在350的样子 泰餐的话也是在这个价位 最贵的是它的牛排馆 750块钱人民币 我们在上一条视频拍摄完以后 有一些朋友在说 这一次我们的花费很高 住的酒店也很贵 对 我们确实也觉得很贵 特别是康奈德 说实话 康奈德是我迄今为止住过的最贵的酒店 因为我们承诺过小朋友 家长要兑现我们的承诺 也算是给到他的一个奖励 旅游这个东西肯定是风简尤人的 怎么去选择 肯定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决定的 回来以后我还有一个新的体会 一定要学好英文 会跟当地的一些人出现一些矛盾吧 更多的话我觉得是因为语言沟通的障碍造成 在我的认知里边 出国以后不光代表自己自己 把英语学好以后会避免很多的误会 也相当于是间接的 把我们中国的形象提升起来